禮拜的部分主要就是如果今天是班级成绩查询 总共123班 那当然如果我要按照他个别的那个班级 那我可以把这个栏位复制贴过来 用什么用移除重复 只剩下123班 然后我们再跑一个回圈 针对这个去用什么用那个资料剖析 帮我剖析到什么剖析到一班 所以你们一般 然后再利用什么 这个范围里面用什么点Copy 特别说这个范围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 上个礼拜 如果你要把资料剖过去的话 那最重要的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好用的 就是你希望把某一个范围 转移到另外一个范围的话 那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什么 来源的范围 特别说前面是来源的范围 OK 那后面只要加什么呢 加一个点Copy就可以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筛选 虽然你看不到那个中间的部分 那特别点Copy的话 如果你看不到的部分 Copy就不会帮你Copy过去 然后点Copy之后呢 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要Copy到的是这一个地方的 哪一个开始 A2开始就可以了 所以来源的部分 一定要完整 那Copy到哪里的话 只要告诉他 他要Copy过去的 那个左上角的储存格就可以了 OK 应该有印象吧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为程式并不复杂 但是以后的话 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上个礼拜讲到的部分就是 有没有 分割工作表里面用筛选 那当然我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先什么 先Add Add什么呢 一个新的工作表 有没有 所以特别主要 这个Add的话 指的是新增工作表 那新增工作表的时候呢 他名称不会是一般 所以我用什么 后面加一个点Name 点Name的话就重新命名 所以新增工作表 点Add Add到哪里呢 Add到After 就是这个的后面 这个后面的话呢 因为我直接用什么 序字 后面加一个序点康 就是意思说 总数的目前 序点康目前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那目前大概一个 一个的话 一个的后面的意思 所以一直 那这个行叙述呢 我像一般特别讲到 其实意思是说 就一直帮我放在 最右边的意思 所以这一行 H你就把它寄成 Add到什么 一直新增到 最右边的意思 然后点Name的话 意思帮我把 新增的这个工作表 的名字 点Name 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们第一个工作表 就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Add欄的第I一个 那因为I值的是什么 我们从2开始 所以先抓2就一般 意思说先帮我增加一个一般 OK 所以上面两行是新增工作表 再加上重新命名 后面两行是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查询到的资料 抠过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查询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上礼拜特别强调的是用 Auto filter 这个方法 特别注意一样是给它什么 前面的那个范围 还有前面的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这一个部分一定不能少 因为这个范例 是跨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少一个这个工作表的叙述 那就会发生错误 OK 所以跨工作表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他前面必须告诉这个VBA里面 一定要写哪一个工作表 那目前当然我们也只有一个工作部 就一个档案 未来如果说你还有什么 多个工作部的话 那特别注意 因为你要哪个工作部的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范围 那可能会更长一串 如果大概可不可以这样就可以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跨工作部 不同以sail档案的话 那到底是原理原则是一样的 后面的话呢 是针对哪一栏去做筛选条件 OK 所以一的话指的是第一栏 OK 前面当然你也可以加那个 加什么加Field 其实这个地方就加那个Field OK 那当然你现在 如果你把这个按空白键 基本上它后面不会出现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 前面这边有指定哪一个工作表的物件 其实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话 你会发现后面 它按个空白键也会跳参数 所以像我撰写的习惯 一样 我会先用Range 最后再把那个哪一个工作表的物件加上去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没有这些提示 当然也写出来 就是我觉得感觉上好像比较没安全感 OK 那我们就走哪一栏第一栏 逗典的话 逗典之后的话它会跳第二个参数 什么条件 去找哪一个一般 那一般的话实际上就是这里面的初穷格 那找到之后呢再帮我把那个范围 特别后面记得一定要再把那个工作表名称加上来 不然的话其实我都常常都忘记啦 那你特别重要这个一定要加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里面 最特别的资料它经过AutoFilter筛选过之后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范围一般以外的资料隐藏起来 OK 所以呢我们只要怎么 针对同样的范围去做Copy就可以了 那它Copy的话呢 就是你隐藏的东西它不会Copy到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最后的话Copy到哪里呢 Copy到我目前一般的这个A1的储存格 应该是A1 意思是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直接就Copy到一般 那Copy到A1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跑个回圈全部都OK了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做到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大概重点回顾一下 所以我把它程式再跑一下 这个是删除工作 删除工作表 然后把它分割出去 一般二班三班 等下再跑一下 这个筛选部分我把它 恢复一下 然后程式部分的话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 应该从这边 这边 F8好了 组航 那当然第一个它会先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资料Core 这个筛选Core过来 然后在NAS指的是下一个工作表 那下一个工作表是二班 然后再筛选 筛选在前面 我就不切过去的 然后再Copy过来 然后再三班 OK 以此类推 这样的话呢 切回去 就大贯 不过啦 如果你要更 更什么 更 更完整一点的话 理论上应该要把它恢复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 假设本来有筛选 你要让它恢复的话 其实预法很简单 就只要在什么 在这个地方 我印象中 就是直接 把这一个 有没有 Auto Filter 后面不要加任何参数 再跑一次 有没有 就这样子 我印象中 好像跑这样 它就会 把那个筛选 就取消掉了 有没有 要恢复了 OK 不过 这个筛选 有点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你如果执行一次 他就会有那个 然后如果你下一次 再执行一次的话呢 他就这样 假设我又把他拉回去 你会不然 再执行一次 他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变成说 我实际上不知道说 他到底有没有执行 OK 也许你们可以找一下 有没有 他里面有没有 哪一个属性 是记录说 那个筛选 是有被 启动的状 如果 你可以再做一个逻辑 如果那个有启动 那你就把那个Auto Filter 把它恢复回来 这也许再找找看 因为我之前有看好 好像是 有吗 好像 应该是有啦 可是就是要找一下 因为这个属性 毕竟 比较少用 所以也许找一下 他那个为True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那个Auto Filter 关掉 OK 这个也许再试一下 OK 那最后的话呢 上礼拜还有讲到一个 就是 再把123班 有没有 再合并成一个 比如我这边 我看一下 我上礼拜那个程式 合并的话 我是先开一个 那这边也许 这个手动 也许这个地方 我用手动自己开一个工作表 然后上面的话 也许就是什么 恢复为全部好了 那假设我们是手动 不过这个手动动作 也许你自己也可以加两行 一个add after 我去点刚刚那样 然后name的话 就把它改成全部就可以了 他的名称 然后 再来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合并的话 该如何合并 合并的关键就是把123班 通通都把它 call到全部这边来 但是call的话 你会发现123班 如果全部call的话 上面会有一样的东西 所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 我之前写的方法是这样 先call 其中一个 就是第二或第三或第四都可以 的A1到E1的范围 帮我先call到哪里 call到这边来 的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就分别针对这里面的工作表 从A2一直到哪里 A2一直到 它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范围帮我call过去 OK 这边其实还蛮重要 因为今天 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问题零四这一题 基本上就是什么 把123月合并到 第一季的话 那其实做法是一模一样 OK 那我这边按一下 你会看到全部OK了 清除 这个是我们要的结果 那同样的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在重点回顾一下 分别我们来看一下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城市不多 就大概这么多行 总共就是大概六行 七行 从七行城市就搞定了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行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行 把按钮就拔好了 第一行看得懂吧 第一行的话意思说 帮我把那个 sheets2 指的就一般 或者你不要用sheets2 你可以里面双引号 然后放一般也可以 一般的A1到E1的储存格 帮我copy到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就全部里面的A1 意思就是帮我把栏位名称 抠过来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叙述吧 所以慢慢跟他习惯 以后这些语法 如果你可以熟练的话 他就会尽量可以跟讲话一样 可以把它写上去 那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不过他前提就是要熟练 不过我想这些其实如果你要真的熟练的话 恐怕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毕竟当然不可能说 这种东西马上学马上会 OK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邏輯性的 也不是说完全都不容易了解 像这些慢慢了解 其实也没有太多很奇怪的东西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一行执行 抠过来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分别再把一班到三班里面的下面的资料 抠过来 那上礼拜同学最后问说 老师这个R2是什么 R1是什么 特别注意 R2指的就是我目前全部这个工作表将来要抠过来的第几列开始 特别注意 因为将来那个一班二班三班的数量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R2指的是我将来要把它抠到哪一个这个列开始 所以特别注意 我这边预设值给它2 意思是说我将来抠过来的话 就帮我从第二列开始放 OK 所以R2就等于是2 OK 那再来的话 For I等于2到4 这个2到4指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这个I里面的这个2到4指的是第二个工作表到第四个工作表的意思 OK 因为我要那个嘛 一班到三班嘛 对不对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一个一个帮我跑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就for I I的话现在等于2嘛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意思就是我叙述里面就放一个2 意思说第二个工作表 就是一班 一般里面的话 第一件事情 请请你帮我的啊 这个我看过这一句 这个叙述吗 应该有印象吗 意思是什么呢 向下追踪嘛 有没有 意思就是什么呢 请你帮我把叙述2 叙述2就是一般 这边呢 按A1的地方 Ctrl向下 意思就是帮我追踪 追踪到之后的话7嘛 所以7这个数字帮我回来一下 OK所以这个说的话 它回来就抓到7 那我把它放在R1里面 R1指的是什么 每个工作表里面的列总数 那我可以做什么了 我可以再把这个工作表里面 从A2一直到1的刚刚R1嘛 那不就可以是它的范围了 OK 所以后面的程式叙述就是 那个工作表就是一般的哪个范围呢 从它的rangeA2 A2从这边开始 到1的最下面一列 那我刚刚追踪的7 所以我就把那个R1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1的后面 本来1应该是要有个数字 可是这个数字是不确定的 那我们可以用R1追踪 把它放过来就可以了 OK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那特别再解释一下 这个end 如果后面假设是7的话 这个7数字遇到end的符号 它会自动帮我转成什么 7的文字 再把7的文字 放到那个1的后面 所以最后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 range的A2到17这个范围 那做什么呢 点copy 刚刚用过 copy到哪里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你call过来的话 一定要放在A 目前是A2 所以我们就把 放到range的A 后面再串一个R2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目前 之前的位置是从2开始 所以这边把它call过来 OK 但是特别注意 R2的位置 你不能一直2 否则一般call过来之后的话 那下一次2般call过来 也会把它盖掉 所以怎么办 特别注意 R2这个就要发生什么变化 因为你call了一个 所以你位置要变动 那怎么变动 把目前的位置 向下追踪之后 再帮我加1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懂这句话的意思吧 就是再来的话 2般就要向下追踪 就不能从2开始 如果一直2那盖掉 所以追踪到7 那应该从8开始 所以后面加1 所以这边的话 F8 这时候R2等于8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 For I等于 刚刚是2 这是第二工作表 然后再来的话 第三工作表 就是2般 2般的话 你会把他call过来的 那再来的话 R2又更新了 因为要向下追踪 变9 然后呢 9加110 所以意思是3般 从第10列开始帮我放 那再来的话3般 OK 最后的话就结束了 好 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 他城市不多 可是每一行每一行都很重要 差一个地方都不行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上礼拜讲的 那今天要做什么 请各位 利用刚刚讲的这个范 这个范例的话 云端白板也有啦 在那个我们326刚刚讲 326的第几页呢 第七页的地方 就刚刚一模一样的东西啦 只是说我上面没有加注解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城市 对各位对你来说有点困难的话 我建议你自己再把注解加一下 因为每个同学程度不一样 然后再来的话 请你把这一个城市 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改变一下 把它换成在这里 按下它 就OK了 那清除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范围的清除就好了 也是123月 合并到第一季里面 当然后面也许蛮多啦 其实工作里面蛮多什么 1到12月吧 甚至是每一年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一些相关的资料 报表等等的 如果整个全部合并在一起 那其实它以前是涂滑链纲嘛 现在不用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后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我们刚刚合并的话 最重要的部分 记得就是什么 你要知道说你将来 要copy的那个位置是从哪一列开始 所以会有个R2 OK 然后另外的话 你来源要抓的那个部分 也一样要向下追踪 要知道说你要call的范围是 哪一个range 所以我们最后再利用range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点copy OK 所以那个点copy的方法 真的非常的好用 点copy只要给范围 来源给完整范围 然后copy到哪里的话 就是跟他讲 那个到的位置的左上角出唇格就可以 那这样他就会整个帮我call 这句话 这句这个叙述方法真的还蛮好用的 所以以后你们想要大量call资料 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就call了 OK 以后工作里面常常有遇到类似的应用 你就可以 因为程式将来也要懂得变通 可以把好几段不同的程式 把它如果可以全部接在一起 然后可以让他直接没有错误 那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比较困难的点就是一个字都不能写错 然后程式一点也都不能出错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bug 那你这程式就会执行错误 所以变成说你真的要对每一行程式每个字 虽然这个程式里面真的字不多 但是每一个字你都要确定你是完全了解的 你不能说你用混的 我最怕有的同学好像看起来每个字都懂 但问题是其实都用混的混过去 将来到自己写了之后都写不出来 因为你每个字好像都懂 但实际上你根本就不是那么懂 当然如果换成要自己写的话 就一定会出问题 请各位试一下